在特朗普政府在总统换届这事儿上闹得不可开交之时 还不忘搞点事情继续来挑衅与中国的关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1月9号发表声明 解除美国与台湾关系中的自我限制 这个自设限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限制解除后中美关系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引用美国务院的一份声明来一语概括何为自我限制 该文件表示 有关的自设限制在数十年前定立是为了安抚中国大陆政府 台湾问题一直被认为是中美关系当中相当敏感的部分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随着中美两国的摩擦而越发微妙 台海两岸出现武力的风险一直存在 而两岸冲突很可能会将作为台湾盟友的美国卷入其中 蓬佩奥的这一声言似乎是特朗普的共和党政府 在离任前试图尽最后努力为对华强硬路线定调的举动 蓬佩奥在声明中说 台湾是个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和美国可靠的伙伴 但国务院几十年来设立了复杂的内部限制来管理我们外交官 军人和其他官员与台湾对等人员的互动 美国政府单方面采取这些行动 是试图安抚北京的共产主义政权 我今天宣布取消所有这些自我限制 行政机构部门应该认为 国务院之前根据国务卿授权发布的 对台关系的接触指南是无效和作废的 此外授权或声称管理行政部门 通过美国在台协会以外的任何实体 与台湾进行接触的外交事务指南 或外交事务手册的任何和所有章节 也因此作废 根据台湾关系法的规定 行政部门的对台关系 要通过非盈利的美国在台协会处理 美国政府与世界各地的非官方伙伴保持交往 台湾也不例外 我们两个民主政体拥有个人自由 法治和尊重人类尊严的共同价值 今天的声明承认 美台关系不需要 也不应该受到我们永久官僚体制的自我束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星期一2021年1月11号 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根据中美建交公报 美国与台湾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他说 美方应该言而有幸 不得以任何借口曲解和背离这一承诺 而美国所谓与台湾关系法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中国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并奉劝蓬佩奥之流 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否则必将遭到历史严厉的惩罚 在蓬佩奥发出上述声明后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对蓬佩奥表示感谢 说自己心存感激 在周日上午发布的一条推文中 他说 台湾与美国之间密切合作关系的坚实基础 是基于我们的共同价值观 共同利益和对自由民主的坚定信念 台湾现如今已经彻底成为美国来挑衅中国政府的一个法宝 每当美国拿台湾说事之时 都会立刻触动中国政府的神经 引发强烈的反对 去年8月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长亚利克斯·阿扎尔放台 成为美国数十年来与台湾官员会面的最高级别政客 当时作为回应 中国敦促美国尊重他所声称的一个中国原则 美国与台湾之间并没有达成像美日、美韩 或者美国与菲律宾那样的正式防务条约 但是美国仍然持续出售武器与台湾 自1940年代之后 北京与台湾一直在暗自较劲 双方亦一直致力在太平洋地区加强影响力 台海两岸关系在近年趋于紧张 而北京一直没有承诺排除武力解除一个中国问题 尽管全球正式承认台湾地位的国家只有十多个 但是台湾的民选政府 与很多国家有着商业和非正式的官方联系 而美国正是利用了台湾渴望得到更多大国认可 彻底撇开与大陆的关系 始终与台湾保持着暧昧的关系 从而来时不时地钳制中国 分散中国政府的注意力 试想 但凡有一天中国政府与美国方面重修就好 达成重大友好协定 那台湾还会受到美国的优待 三番五次的被美国递上橄榄枝吗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